昨天揭秘网站沙拉月报告引述香港电台的报道 说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伊玛公司关键人物刘特佐 从澳门潜逃到中国之后呢 已经遭到中国当局扣留了 那现在呢只是等待首相敦马下个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再做定夺 那这个持续两个月的跨国抓迷藏真的宣告游戏结束了吗 那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哦 因为今天有两方人马出来反驳这样的传闻 揭秘网站沙拉月报告指 遭国内多个执法单位通缉的伊玛公司案关键人物刘特佐 已经被中国当局扣留 然而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却表示 当局并没有接获任何有关刘特佐被逮捕的消息 因此无法确认消息的真实性 至于昨天已经表明还没有接到消息的警队易格福斯 今天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出席活动之后 依然被媒体警抓捕放 福斯表示警方在接获刘特佐被逮捕的消息之后 已经第一时间向中国当局询问 不过得来的回应却是 对方没有办法证实 也就是说这个消息依然不可信 但无论如何福斯表示 大马警方依然会跟中国驻马大使馆 以及大马驻北京大使馆保持紧密配合 以鉴定刘特佐的行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